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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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談的是缺水 我們現在來談缺貨 缺貨也會長喔 什麼樣的族群在缺貨呢 MCU大缺貨 低院大缺貨 缺貨族群怎麼看呢 為什麼缺呢 說來說去 還是因為求用店這樣 對 那一龍店 跟盛群的話 最近真的被客戶一直追 一直追貨 那現在講的就是說 你先硬金來 我才給你下單 甚至還有可能有些的話 就不給貨了 那極方科技說這個車用的 所謂的低論的話 大概原則上未來三年 都三成以上成長 這以前沒有喔 以前一般來講沒有看得那麼好 這是一個最好的消息 金豪科也創 11年來股價新高 那電影管理IC的話 最近漲價也開始了 所以原則上漲價概念股的話 我覺得還是整個大盤 一個重心所在 好 所以我們來談談缺貨 我們現在來談MCU MCU到底有多缺 MCU又是什麼 MCU的話 有些人還搞不太清楚 其實MCU你看 它有CPU 有裝飾處理器 有記憶體 還有旁邊的裝置 還有IO 這個就是一個電腦 電腦就是有CPU 有記憶體 有這些東西 所以原則上 它是一個小型電腦的概念 什麼都可以做 麻雀雖小 但是武藏俱學 好像也跟電腦差不多 所以以前它都是用在玩具 那玩具會講話 會唱歌 就是因為有MCU 沒有MCU 它就不會唱歌不會講話 那我們再看 現在很多機器人也是要用MCU 對不對 對 現在這個機器人 大部分都是用MCU 可以跟你講話 這裡面就是要裝比較大的beat的 所謂的MCU 就要裝MCU 它就可以跟你講話 所以原則上可以陪老年人講話 甚至我們看 等一下我們看圖的一個部分的話 它還可以做教學 你看做教學 像學英文的話 就用這個MCU 這一個所謂的玩具 那你數學 如果在學校聽不懂 你回來的話 有數學課程 Sight Cosight Tangle 那三角閃數就可以學習 所以以前都是用在這個地方 那我都忘記了 你剛剛講的時候 覺得好陌生 對 那去年MCU很會長 就是因為耳溫腔 耳溫腔也要用到MCU 36.8 38度 所以耳溫腔要MCU 所以去年這個東西的話 是蠻會長的 但是我們看 現在MCU也用在所謂的這個 亞馬遜的購物的一個 所謂的這個零售的一個網站裡面 你可以發現人進去 這個貨放進去 他馬上就知道你這個東西出來 那個價格是多少 他非常清楚 所以你這樣弄進去之後的話 那個MCU的話 他馬上知道有多少庫存 對 對 他馬上就知道 所以原則上 你一出去的話 手機一刷的話 馬上就把你今天所交易的一個金額的話 馬上就很清楚的把它算出來 好 那我們回到MCU概念股 既然現在大缺貨有漲價效益 那個股怎麼選 對 那MCU的概念股的話 我覺得第一個還是勝群 因為它是最標準 6202 最大的 我們給K線 好 6202的勝群 所以你可以發現 對 所以原則上我是認為就是 因為漲太多 所以變成說 有一點尷尬 其他真的很好 因為MCU它的單價不高 所以你自己缺貨價格漲的話 其他對獲利 譬如說原來獲利可能4塊多 你變成5塊錢 它好像不容易一下子變成6塊7塊 沒有爆發力 所以變成說 它的爆發力比較沒有那麼強的話 變成說 這個股價拉到這個地方98塊 可能到100塊 102塊 它就面臨一個壓力出來的 所以MCU最大的概念的話是 有基本面對多 但它獲利的爆發性比較低一點 好 那我們要能夠轉錢了 所以我回到DRAM 好 剛剛有談到缺貨概念 除了MCU之外 DRAM也很缺 還是因為 車用電子需求大 所以連DRAM都缺了 我看一個資料 這資料的話是說 這個手機跟所謂的NB 跟所謂的PC 這個所謂車用 他們用的你看 以前用的是所謂的這個 大概4 6 這個是iPhone是高階 一般都是只有2GB 然後PC的話都用8GB 但是你看車子 車子的話它用了14GB 因為一用要7到10年 一台車要用7到10年 你可以發現 下一代的所謂Tesla用到20GB 因為你有可能賣到北歐去很冷 你有可能賣到非洲去很熱 你要耐溫差 所以這個D-Line的話 用在所謂的這個車子的話 它的彈價會比較高 所以你看設用半導體 設用半導體 你看2020年是衰率8% 2021年是成長24% 2022年成長16% 它未來的成長性比較高 所以D-Line族群 反而它的爆發力比MCU更高 那D-Line族群 我們就好好來選一選 既然股價爆發力比較大 我們回到D-Line 在今天表現最強勢的應該是 金豪科 但是因為金豪科的話 長真的很多 說真的94.6% 但我相信它還是股價會漲 只是說它真的是漲太多 那原則上我們來看南亞科的部分 因為南亞科它比較能夠 跟美光去對照 那美光在美國股價表現很好 所以原則上我覺得說 南亞科會對照 那這一類型股票的話 今年大概賺5塊4毛2 明年估8塊2毛6 所以原則上它的獲利的穩定度比較高 所以我們大概跌破90年設定率 120年以上的話 我們來測一個停歷點 好 第一位可以看南亞科 我們來談新美中大戰 之前的美中大戰主角是誰 大家都知道華為 那麼新美中大戰主角是誰呢 我們來看是特斯拉 特斯拉 比特幣 方舟連續下跌 投資人麻煩來了 但它為什麼連續下跌 為什麼墜落熊市呢 因為最近中國找特斯拉開刀了 對 當然這是一個守護的魔咒 你只要登上全世界的守護 中國的守護你就變成標靶 棒打出頭鳥 對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2月23號那一天 特斯拉盤中跌了12% 那跌12%你覺得嚴重嗎 非常嚴重 這是從這個去年開始 兩次的進入熊市 因為特斯拉在今年它最高的時候 這950塊現在跌到23號那一天 最低625塊 剛好跌了30.5% 一般來講只要跌過20% 都有一點點從牛市變熊市 當然也拖累了一個女股神 這個伍德的 他的一個ETF的一個股票 他也是跟著下去 伍德買了很多特斯拉 對 全部都是特斯拉 因為他一直認為特斯拉還會漲還會漲 人家說特斯拉不要買 他說沒有沒有 特斯拉還會漲還會漲 所以他最近也因為這樣子 一直就堅持 光是今年就多收了36億的美金進來 不過這一次也跌得相當的慘 好 所以電動車最近在美國股市 風聲鶴唳 不過主角還是要回到特斯拉身上 特斯拉最近中國在修理他 對 那特斯拉為什麼這一次會變成一個焦點 因為在中美貿易戰爭的過程裡面 特斯拉他背叛了川普的訓令 他竟然直接到上海設廠 而且拿到中國很多的好處 那現在中美貿易戰爭已經慢慢下來了 這個時候特斯拉多的衰 最近很多的市場 很多的問題都一一的出現 但是很奇怪 這些事情以前沒有嗎 以前就有嘛 這個時候 完美開始修理特斯拉了 我們來看幾個影片 第一個 特斯拉的車竟然會自燃 你看停在停車場 放一下燙起來 結果旁邊的燙燙燙燙燙 除了這個以外 特斯拉還有靈異事件 特斯拉不是自駕嗎 它不是裡面 它開在魂墓的旁邊 竟然旁邊都是人 那你回頭來看沒有人 不是你的系統有問題 就是它竟然能夠感應到靈異事件 我跟你說 反正你說你一個小孩 如果說開特斯拉 開門的報復 我跟你說 你真的怕到膝蓋都會冷 這樣是要怎麼辦 自己家幫我們駕到本墓去了 另外 你說那個旁車 另外特斯拉有一個 新車六天而已 竟然突然斷電 突然斷電的時候 它那個車窗就沒辦法拉上來 那怎麼辦呢 外套了外面路 套風了 結果隨便拿了一個指板就塞著 就隨便弄一下 它會變成一個市場上的奇觀 大家說 怎麼可能開到膝蓋車 竟然用那個爪棒 用那個爪棒動作保留 這這樣真是會看你 另外它有四起的暴衝 在中國大陸有四起暴衝 裡面有一起是寒鬥路失靈 也黑白衝 你這個事情 一隻 兩隻 三隻 這就代表很嚴重 所以這一次中國有五個部門就約談 很少有這樣的 五個部門約談 這代表事情嚴重 市場監管總局等五部門約談特斯拉 最近特斯拉狀況連連 中國官媒刻意大肆報導 所以很多人解讀就是在修理特斯拉 再加上竟然有五個部門同時約談特斯拉 這過去也是很少見的 還把特斯拉放在中國打擊 侵權假冒工作網上 特斯拉有仿冒別人嗎 他怎麼把它放在打擊侵權假冒工作網呢 對 那這個很明顯的 因為在中國大陸很多人都看風向 當你在哪一個網站出來的時候 代表政府就是從這邊要下手 所以特斯拉這一次姿勢很低 它要求你要遵守中國法規 他說好 我們非常誠懇的 接受政府的一個教訓 但是問題是已經弄你 它代表你侵權 代表你仿冒 那這個時候大家覺得說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事情呢 特斯拉不是到中國去嗎 原來它跟中國大陸的小棚汽車 它有一些恩怨情仇 那這個恩怨情仇裡面 都牽動到欽權 牽動到謊貌 可是也因為中國平民修理特斯拉 特斯拉股價確實在最近表現弱勢 但是現在的盤前盤出現反彈了 反彈了3.74% 電動車概念股又開始燃起希望了 在特斯拉跌升反彈之後 有沒有機會激勵呢 我覺得如果說純粹從電動車 這個角度來講 特斯拉這次跌那麼深 而且中國大陸的四支電動車 最近也都下跌 這很不可思議 你如果特斯拉跌的話 那照理來講 中國的電動車應該要漲 怎麼一起跌 比亞迪也跌 比亞迪跌了18% 小棚 小棚跌了22% 未來跌了19% 理想跌了15% 所以未來的理想是不是已經破滅了 就你已經把未來3年5年10年的利多 全部都已經炒光了 所以我覺得電動車 它是在未來5年來講是一個趨勢 但是是不是這些股價 在做修正的過程裡面 還有所有的功練也可能都漲太多了 這個部分我是比較擔心的 所以現在這個時候 暫時的避避風頭 反而是剛剛講的友達跟群創 不管是電動車也好 非電動車現在面板越做越大 現在的前面的一些所謂的車窗 等等的一些應用的層面 越來越大 反而是這兩檔是值得注意 那鴻海 鴻海要做電動車 鴻海我覺得電動車 現在也剩在等你知道嗎 你現在他們的工具都這樣 所以也是會壓縮到鴻海 他說今年的第四季會有三款車出來 但是還沒有看到 他3月25號要召開他的MIH的一個 全世界聯盟大會 看看有沒有新的利多出來 否則的話他還是死 我們也會繼續對他說 他還沒有看到 他也會說 是非常好 你在那裡 你測試的地道 就不知道